首先是開頭三隻的殭屍要先打敗 然後這個地方會碰到兩隻 出去之後還會碰到一隻 那盡可能在這個地方就把他幹掉 因為如果出去的話不小心觸動那個電鋸人 他開始動作的話就沒辦法成功了這樣 好這邊開始就準備閃光彈 然後直接過去在被發現的時候就直接丟了 然後這個門要視線先打開 然後之後就一直開這個開關就好 這樣就可以快速的通過這個地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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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